全淡水最好吃的蝦捲 我知道我是哪個肉絲 沒有好吃 大家好 我是賴思雨 這次連假我們來到了淡水澡街 這以為有太多人口 今天有點可怕 我已經不知道幾百年沒有看到淡水澡街的人那麼多了 然後我今天找了一些就是我平常喜歡吃的東西 想要給大家一起去吃 我廢話不多說我肚子實在是太餓了 Let's go 我跟你講你今天人那麼多 然後也穿得這麼正式 這不是很住駕風嗎 有點太爆了 等一下可能一陸在後人一直在看臉 這才好就讓人家吃 那我們第一站你要先去帶我去吃什麼 那你覺得吃蝦包小菌 吃過嗎 當然沒有啊 它淡水其實很早啊 因為它太遠了 我突然想到一個我覺得很好吃的東西 我們先去吃那個好不好 好啊 對呀 我覺得是淡水最好吃的花枝丸 就是在這間廟的旁邊 那個 後面要提這邊 妳來這邊 你要加什麼啊 不加不加 然後是棋味 淡水必吃的花枝丸 五十一碗 後面 來一隻二十 淡水最好吃花枝丸 覺得好吃嗎 好多好 我今天在淡水好多 以前沒有看過的東西喔 五十一碗 我看到了 五十一碗 買一次送一 五十一碗 買一次送一 然後你來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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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一百塊 你要幾塊 我要接莫胡椒 五十一 買四送一 我今天是食物自由 那又到了下一個 我要帶你吃的東西 太可愛了吧 但我要先帶你吃這個 因為我這次發現了新東西 好像很少的地方看到這個耶 我買醬 它前面一條的地方吃起來很Q很脆 因為它有那個 然後我們吸盤的地方 吸盤的地方都會烤到脆脆的 我覺得你後面吃起來 一定會很像那個干貝 真的我覺得 你吃一口很乾 比較Q的干貝 剛剛我想像的不太一樣 是不是 但是有點像干貝 脆脆脆的 嗯 但是因為它把它切成這樣 所以吃起來會有一點像干貝的樣子 但是吃起來比較Q比較脆 我覺得這很好吃耶 但是 微微偏貴 對 一隻把食 然後現在大家要喊那個 小卷 他們現撈的小卷 這超好吃耶 你有吃過這個嗎 沒有 可以 可以 那那個湯聞的都覺得香 對 我就是了 終於買到了 我自己喜歡吃比較原味一點的東西 所以我就要加個胡椒就好 嗯 超新的味道 欸 我跟你講 淡水最有名的餅店 就是這一間 漸層餅店 特別有名 它這真的超好吃的 你有吃過嗎 可以吃一個 好高喔 而且重點是它最貼心的地方 就是它會把那個梗都把它弄成這樣 所以人家吃的時候很方便 好多人家排隊喔 看到很多人排隊就想要排隊 就是兩杯四十給你收 兩杯四十 給你收了 我覺得這裡的價格也很適合 每次才15塊 然後蜂蜜紅茶才20塊 我覺得我最近越來越會挖一些便宜的飲料 它這個原價一杯15塊 然後這算是大杯的 然後大杯的加5塊 所以才20塊 很好喝 我是點蜂蜜紅茶 先喝喝看個什麼 它真的是真的自己煮個紅茶 欸 它真的很好喝喔 對 還不錯 自己煮的 它連茶都還有 重點是 因為它主不及賣 所以它還是有點熱熱的 然後呢 接下來我要帶你們去 一間 它只有半瓶 它的那一間店就是半瓶錯 它只有半瓶這麼大 就是很小很小一間店 但是它的米腸跟米粉湯超好吃 你喜歡吃米腸嗎 超好 但我覺得今天這間米腸應該會讓你驚豔 因為我平常不愛吃米腸的人 我都覺得這間米腸很好吃 我們非要不多說走吧 最近有特別賣一個我覺得蠻特別的東西 就是豬眼睛 豬的眼睛 你有吃過嗎 沒有耶 會想吃吃看嗎 完全不想喔 喔 好吧 然後還有賣老鼠肉 老鼠肉是什麼 老鼠的肉 挑來挑的吧 我看到了 它上面有寫 對 它其實是那個豬的某個部位的肉 那它上面就寫老鼠肉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每隻眼睛又挺 對啊 還蠻酷的 哇 這肉米腸看起來厲害 對啊 酥米腸看起來厲害 對啊 酥米腸是好吃的 欸你們有沒有看一下 它小份其實就有很多的 真的是小份 它裡面有很多的那個什麼油蔥的香味 像有一些肉米常吃的就是那種淡淡的沒有味道的那一種 但它的油蔥香味蠻重的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然後再來吃它們我們剛剛看到的老鼠肉 我直接叫它把那個醬加在裡面了 它豬里肌不老耶 可是現在豬里肌吃起來很硬 可是它不會 你有感受到我很愛吃米粉湯這件事情嗎 好像有喔 根本就是天氣那麼熱你還吃得到 今天沒有很熱啊 今天天氣其實很舒服耶 大家看我頭髮都知道其實 今天風蠻大的 其實蠻涼的 就是蠻多的 rumors 外部的女人 我跟她一起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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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